秀出18歲以色列女孩的照片 高喊帶人質回家 以色列台拉維夫掀起抗議 It's crazy We are in hell We are in hell And we want our lovers back home Now 遭哈馬斯掳走的人質家屬 向政府和國際喊話求援 群聚首頁唱歌祈禱 確實哈馬斯日前首度釋放人質 一對美籍以色列母女 拜登開心第一時間致電慰問 母女倆確定下週搭機返美 爸爸聽聞消息受訪表示松了一口氣 這回卡達斡旋又發揮成效 哈馬斯還沒取得任何利益 先釋出善意放人 但今天軍事專家卻分析 背後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除了暫緩以色列公事 哈馬斯日前早就釋出想要的條件 交換六千名巴勒斯坦囚犯 不論籌碼為何都讓人質家屬燃起一線希望 現在哈馬斯手中還有超過兩百名人質 戰火下營救的現況似乎不樂觀 但更令人擔心的是沒有雙重國籍的以色列人 要逃出加薩恐怕是南上加南 TVBS新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